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款南瓜灯笼蜡烛 这一次还是创意性非常高的 这个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因为准备的时候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提前准备好了 这个是一盆冷水 等一下我们要用的 这个呢是气球 气球里面是装了水的 你们要做可不能空气球做 一定要是装了水的气球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今天我们还要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烧布 这次用的蜡叶其实比较多的 其实做本身用不了太多蜡叶 但是我们用的量必须要大 这个就是精炼过的蜂蜡 我们现在把它给倒进去 好的 现在我们把它放在炉子上面 进行加热融化 现在我们的蜡叶已经完全融化了 满满一大锅 好 我们先要给它测一个温度 这个温度呢 也是做这个南瓜蜡烛的关键 温度一定不能过高 你们想一想 等一下操作的可是气球 要是温度太高出现差 也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宁愿它温度低一点 都不能让它温度过高 现在的温度已经到达120度了 我们等它降到70到72之间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 好了 现在蜡叶的温度已经降到70度了 好 我们用手拎着这个气球的上部 动作一定要轻柔的顶进去 不能过快 慢慢的进去 然后蜡叶沾到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然后再拿上来 确定底下没有沾蜡叶的时候 再放下去 这个是我们做了第三次了 这个动作我们要重复十次 好 十次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轻轻的放在这个油纸上面 因为蜡叶本身还是软的 气球自身的重量 会稍微的给这个蜡叶底部 就是压一个平底 因为我们毕竟是做南瓜灯笼蜡烛用的 所以一定要让它立起来 所以底下不能完全是圆的 好了 我们让它这个动作静置保持五分钟 现在我们第一次的浸染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要把这个蜡叶放在炉子上面 给它进行保温 让它始终保持在70到72度之间 等一下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二次浸染 好了 现在五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们把它拿下来 再次给它测一下温度 好了 现在我们的温度正整好 69到70度左右 好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次浸染了 第二次浸染和第一次操作完全一样 也是十次 动作要轻柔一点 好 十次我们已经完全浸染完了 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在这个油纸上面 让它这个样子静置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我们的五分钟已经到了 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还没有最终做好 把这个气球的口子对着这边剪一下 这个就是把气球取了之后的样子 是不是像一个小碗一样 我们是要做南瓜灯笼蜡烛 所以这一步我们就要用这个小的手工刀 在上面给它刻一个万圣节南瓜的那种样子 给它刻一个洞出来 这样会更好看一些 这个就是眼睛和鼻子扣好的 我们还有嘴巴再扣一下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刻好的样子 南瓜灯笼蜡烛 现在上面这边还有点不均匀 我们再给它稍微修一下 因为我们用的是风蜡 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说蜡烛会变硬 风蜡本身质地就偏软 好了 这个就是最终成型的样子 我们可以在里面放入一个通电的灯泡 也可以放一个消耗蜡烛 但是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的话会把外围这个给烤化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的话